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法院主动修法 让立委比照县市长一审贪污有罪马上就停职 这个才叫国会改革 改革就是改自己才叫改革 你改别人扩权那个怎么会是改革呢 对不对 什么叫国会改革 朱立伦跟傅昆奇都不及格了 那些媒体就算了 你直接瞎起哄的那些就比较什么的 那为什么高宏安一审有罪就停职 然后严宽恒一审有罪继续当立委 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是严宽恒判的重一点点 他还有这个判的刑期比较重一点 那立委任期剩一年要补选 县市长任期剩两年才要补选 这样公平吗 也不公平 对吧 立委的任期只要剩一年就得补选 可是县市长的是两年 这很莫名其妙嘛 那为什么不改呢 我问大家 因为跟下午跟谢龙介同台 我比较不好意思 我相信谢龙介没有 他用自己看千看万 你看到你这个蓝山 立委 特别请教科匹 蓝绿白 因为白先有巴西立委 蓝绿白立委 谁去跟中油跟台电领补助 所谓的牧林基金 这个钱 蓝绿白哪些立委 去跟中油台电国营事业 拿钱 什么叫国会改革 真的要国会改革 就不许 不准立委的 五清等之内的都不准去申请 很多立委会巧立名目 叫我的表妹 表妹的干妈 谁去弄一个基金会 然后去中油台电 打着立委的名号要补助 这谁不会 那个才叫改革 立委一年二十万 六都市议员一年十五万 拿老百姓的钱出国去玩 不用写考察报告 不用任何交代 只要拿登基证的那个 boarding pass 就可以领补助 六都市议员一年十五万 立委一年二十万 拿老百姓的钱出国去玩 为什么 凭什么 那个才叫国会改革 你们不是都骂那些 政府机关各部会 说你们出国要写考察报告 讲得太好了 那那些官员要写考察报告 你立委为什么不用写 你立委赚那么多钱 你出国为什么要老百姓出钱 那你考察什么 你说我去考察 那你考察什么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你考察什么 什么叫国会改革 其实大家都没有那个 都没有抓到重点 没关系 我们时间关系 因为我怕讲不完 因为有点难 那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 各位听众朋友 我还是要再次的强调 如果你是要替郑文燦喊冤 或者替高宏安喊冤的 那你现在赶快转台 因为我没有再帮人家喊冤的 我只能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被骗 因为你被骗习惯 好骗不骗 要真怕是还要做官 那我跟你讲 你也不想听 那你听也听不懂 那你要去听别台 什么台呢 就是一路帮高宏安护航的台 那种节目比较适合你 或者一路在追杀郑文燦的台 你看了才会带劲 郑文燦 我刚刚看 还有记者在写说 什么郑文燦的 什么四地重化 什么通过 我不知道通过什么 人家内政部就跟你说 没通过了 你还在通过 没关系的 欢迎就好 为什么跟大家这样讲 就是说 台湾的媒体 烂 乱 已经很多年了 瞎掰鬼扯 像吴子佳这种的 韩国语有私生子 韩国语有私生子 以前说的 你知道当年韩国语选总统的时候 这个八卦留言 韩冰不是韩国语生的 韩冰不是韩国语生 那是你生的 那是谁生的呢 这各种鬼扯的 那种的 我就比较那个了 那我中午直播 还播那个 韩国昌的笑话 土力不是贪污 韩国昌 你这种法学博士 律师 还是回家 算了 土力不是贪污 夭壮 土力不是贪污 我都觉得很好笑 就说 没有关系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今天要提供给大家内容 就是说 我先讲郑文燦的事情 然后呢 是我 两三个礼拜前就讲过了 那也给大家做个测验 因为我讲过的 你搞不好忘记的 对不对 像我昨天讲那个 王宏威跟李明贤的事情 那个郑婷姐就没听了 他今天中午跟他讲说 因为我那时候人在家乐福 去家乐福比较重要 听我的节目就不必了 但是 所以我跟你讲说 因为我两三个礼拜 跟你讲的 你可能忘了 那忘了也没关系 我会跟你讲答案 我们也不是那么 那么龟毛的人 我会跟你讲答案 然后呢 我把郑文燦的 讲的一段落呢 我来跟你讲高宏案的案子 好 让你自己去体会 你先听了 我讲郑文燦的案子之后 然后再去听 高宏案跟那个 王宇文的案子 看你能不能获得启发 那 高宏案跟王宇文的案子 我就不要告诉你答案了 为什么 各位听众朋友 我小小的期待 就说 我希望你自己去找答案 我们不是一个洗脑的节目 我洗你的脑干嘛呢 我希望你去思考 好不好 每天看政认节目 去人甘地走 不要这样 自己在输口 好不好 自己动动的 为什么那一台 为什么一直在帮某一个党讲话 为什么那个节目 为什么一直在帮某一个人澄清 为什么 我跟你讲 无风不起浪 空穴不来风 那都有原因 那你了解 来 给我那个检察官那一张来 搜索票检察官那一张 然后第一标 王宏威大灾文那一标 这王宏威啊 是国民党的立委 那基本上你 这个长期观察 王宏威的问证啊 就是很偏激啊 对这张 谢谢 这你可以休息一下 因为这张要讲很久 王宏威就是 国民党讲什么都对 那民进党讲什么都错 那我是想公开跟王宏威讲说 你这样子问证你走不久了 走不远了 他就是只要国民党 国民党性骚扰 国民党黑金 操论文都无所谓 但是民进党呢 民进党黑金 性骚扰 操论文 民进党就该去死 那我觉得王宏威这种很 很狭隘的问证的风格 会影响到他 以后的这个问证的 这个前途 我就是 我就告国民党这一队就好了 国民党讲什么都对 国民党的性骚扰 国民党的黑金 他完全无所谓 很像全台湾只有一个黑道 叫做黄成国 对不对 林志坚操论文 是王宏威踢报的 林志坚操论文 郑文灿操论文 叉叉圈圈 蔡壁如操论文 他们都不讲话 蔡壁如操论文 超到台中市长 卢秀燕拼他做 有几职的台中市政府顾问 那卢秀燕的标准是什么 卢秀燕想选总统 想到口水都流下来 几天之内 台北美国这样子飞 为什么 他想选总统 我只想告诉卢秀燕 你这样子 急急隐隐 吃相很难看 这个跟去年的侯友宇像不像 我们不能做强国的棋子 干你新北市长什么事呢 我们不能做强国的棋子 侯友宇 骨骼都瘦出来 新北市长跟强国的棋子 有什么关系 也没什么关系啊 但是他一脚趁着拼 我这个新北市长连任了 我要来选总统了 结果呢 结果就一败涂地啊 戏后啊 那王宏卫的大哉问说 为什么不搜索郑文燕啊 我就拿这个 这个桃源地址署检察官啊 叫陈嘉义啊 陈嘉义 这记者拍的 他就是办郑文燕的检察官啊 这个 是郑文燕被搜押后的第二天 记者跑去桃源地址署 赌麦问他 这桃源地址署的走廊啊 啊 这检察官啊 因为侦察不公开嘛 那检察官 就是 凑着一张脸 他也 他也不越回应记者 你讲什么 他就扑涂扑涂 就提着他的公司包 就一直往前 他根本一句话都没有回答 那记者问他的问题是啥呢 就问他说 那搜索票申请下来了没 郑文燕都已经被搜押了 对不对 然后记者问这个检察官说 搜索票下来了没 这个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于桃源地方法院啊 是个叉叉法院啊 他有多悲哀你知道吗 这个陈嘉义他在搜押郑文燕之前 他适度申请搜索票 适度被拒绝 坦白讲 司法实务上也很少看到这种的 就是我要去搜索郑文燕 我一直去找法官申请搜索票票 然后法官都不准 前后总共四次申请 四次都被打枪 那表示什么 表示桃源地方法院的四个法官 认为说没有搜索郑文燕的必要 对吧 不然申请搜索票怎么会不准吗 没有搜索郑文燕的必要 好 那我请问你 既然没有搜索郑文燕的必要 那你为什么收押郑文燕呢 没有搜索郑文燕的必要 你为什么收押郑文燕 就像王洪威昨天鬼哄鬼叫 高洪安被搜索 林志苗被搜索 为什么郑文燕不用搜索 王洪威啊 气急攻心嘛 他讲的对不对 他讲的当时错的啊 搜索林志苗 搜索高洪安 为什么不用搜索郑文燕 我后来我就电他 那林志苗交保 高洪安交保 为什么郑文燕要被收押 他整个都点了 那是收押比较严重 还是搜索比较严重 我就问大家 收押比较严重 还是搜索比较严重 那刚提到王洪威的这个笑话 就我问大家说 到底是搜索比较严重 还是收押比较严重 那我不用看聊天 这个一定有250说 欢歌都很严重啊 搜索很严重 收押也很严重 像这种外行的网友 我连骂你我都觉得懒 当然是收押比较严重 这个还要讨论吗 搜索比较严重 还是搜索比较严重 讨论这干嘛 没错 我也是干 好 那我接下来问你下一题 为什么桃园地方法院 不给检察官搜索票 为什么 为什么 动动脑 两三个礼拜前 讲过你呼噜呼噜就忘了 你到底是来干嘛 为什么桃园地方法院 不给检察官搜索票 去搜索证文餐 各位听众朋友 我不是不打雅明 是因为我没有时间 我后面要讲的更多 我没有时间给你打雅明 这个案子是2017年的案子 对不对 不是说什么 拿一个塑胶袋里面有五百万 拿去官邸给郑文燦 没错吧 这个媒体写的案情是这样 好 那我请问大家 假设法官开了搜索票给检察官 说你一而再再而三烦死了 好了搜索票给你 你去搜索 搜索郑文燦好了 请问你拿了这张搜索票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桃园兄 当人去市长官邸 就那个五百万塑胶袋 那个官邸去他拢 去他拢 现在那个官邸住的人 叫做张善政 你要去搜索谁 桃园市长现在不是张善政 我有问过那个湛江村 我们朋友 村长 我就问村长说 现在市长官邸 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 你知道吗 我这个问的是内行的 像韩国瑜以前在高雄的时候 他就不住官邸 你懂我意思吗 台北市长的官邸 也没有人住 你问柯P 市长不一定会住官邸 就算有官邸 他也不见得会住 副总统也是一样 OK 那我就问 我之前就问过张江村 我说现在 张善政是住那个官邸 他说对 因为村长是桃园市议员 他也知道 那我问你 我现在搜索票开给你 来来来来 你去考 搜索票给你 你要去搜索 七年前的市长官邸 没有东西的 市长都换人了 对不对 人走查量了 现在就问张善政 你住官邸 你要去搜索个啥子呢 你要去搜索什么 混兄 那我们去搜索 郑文燦现在住的地方好了 现在住的地方 如同again 如同我刚刚告诉你 那是2017年的事情 那个塑胶带还在吗 那500万还在吗 你现在要去搜索什么呢 所以像王宏威 这种就是很偏激的 国民党立委 我很不欣赏 他说半高宏安的检察官升官了 然后大家媒体就是 无知的在那边起哄 我跟你讲 法务部每年都有年度的调动 因为我们全国有这么多 一省地检署的检察官 他升主任 检察官的第二步 就是升主任检察官 就一步一步爬 那这一次啊 今年升主任检察官的 全国总共有24个检察官 24个人 跨上了他升官途径的 重要的一个门槛就是 第一个门槛就是升主任 恭喜这24个检察官 假设王宏威的谬论成立 这个检察官因为他办了高宏安 所以他升了 那我请问王宏威 那另外23个为什么升 总共升了24个啊 你说这一个台北地县署 这个是办高宏安升官的 好了好了我就姑且信你 那另外23个是为什么升 为什么 他们办了谁 办谁啊 你讲啊 讲不出来啊 给我柯P那张来 柯P那个帮 那个北检那张给我来 柯P护航高宏安 不起诉高宏安就掉走 柯文哲乱讲话习惯了啦 不然也不会讲那个徒弟 讲到吐嘴啦 柯文哲讲话吐嘴不是新闻啦 他说谎瞎掰 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柯文哲说不起诉高宏安的 就被调走 结果呢 马上被打脸啦 所以我说柯P 柯文哲前几天不是讲说 这个高宏安什么什么 半薪也被取消 他要接济高宏安 柯P 高宏安的存款 据说啦 那个猜神申报 所有1000多万 他有一千多万的存款 你要接济他 那柯P你要接济的人可多啦 各位听众朋友 你存款有1000多万吗 我们都来去找柯P接济好了 没关系啦 我跟你讲啦 像柯文哲 王鸿辉 黄国昌 他们这些人 他们都是政客啊 他们就是 黑的要讲成白的 白的要讲成黑的 为什么 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嘛 半高宏安的升主任 对 那个是半高宏安 他真的升主任了 就刚好因为台风假的关系 刚好是同一天 高宏安被判刑的那一天 因为台风假嘛 所以刚好发布 那天刚好发布 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巧合 那我就问你说 那另外23个人怎么办 来 给我那个郑文燦手机那张 好 我们要讲快一点 这个抱歉 来 第二标 第二标 谢谢 这个我两三个礼拜 跟大家讲过了 刚才很多人很多忘了 那 因为政论节目 无知的主持人跟制作人 还有名嘴比较多 就是报纸写什么 他就讲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跑过这种新闻 他们觉得 布座下来的 应该是没错 就拿来骂一遍 拿来操一遍 那那些执行制作 那些小朋友 他们欢歌 我们忙着做电视墙 忙着做CG 就被骂死了 我们拿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判读 你知道吗 就是 譬如说 静周刊写什么 中国时报写什么 自由时报写什么 他只有一个字叫做操 我操都来不及的 我哪知道他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如同这一篇 这一篇 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 我两三个礼拜 也先讲过了 各位听众朋友 你要注意听 我刚刚讲过了 郑文燦的案子 我会跟你讲答案 但是我后面要讲高黄安的 我就不讲答案了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举一以不以三于反 你以后不要再听我的节目了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出类旁通 我已经把郑文燦的案子 两三个礼拜前我讲过的 我再讲一遍 而且我会告诉你答案 但是稍后我要讲高鸿安跟王玉文的案子 你讲的那么白 我还是听不懂 你明天以后就不要来了 为什么 你来听我的节目 你是浪费时间 你比较适合去听那种洗脑的节目 高鸿安是无辜的 这个怎么样 或者是郑文燦应该去死 郑文燦怎样 你比较适合听那种节目 你明天开始就不要 因为你就听不听不懂 你不要勉强 听不懂你就不要勉强 你听不出来答案 郭文秀你怎么讲那么难 没有很难 你仔细听没有难 来我就告诉你这个关键在哪里 这个媒体就讲说 郑文燦在第一次升押亭的时候 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 郑文燦主动把手机叫出来 郑文燦主动把手机叫出来 这个检察官就去看他的line 你line你的助理 然后里面讲什么 你早就知道我们的侦查方向了 很要求 表示有篡政之余 把郑文燦关起来 把郑文燦收押金件 记者写的故事是这样子 然后呢 就如同我刚讲的 就是 争论节目啊 媒体啊 就大家都操嘛 你看郑文燦好笨哦 这个哦 就是我跟你讲说 那个按摩棒跟那个 上酒店一样 按摩棒是我朋友 以前那个消防署长 上酒店是赵建敏 这个陈水扁的女婿 检调单位在办案的时候 都会加油添醋啊 像这个也是啊 郑文燦主动把手机交出来 然后刚好被我们这个案图 索记顺藤摸瓜 哦 你的line里面跟什么两个人 哦 你有串阵啊 刚才我把你抓起来 郑文燦好笨啊 怎么会主动交出手机呢 那你这个手机里面的line 什么什么 什么换line还是换手机 什么的各种版本都有啦 好 那我两三个礼拜之前 我就问大家 因为大家对这种新闻 对这种社会的事件 比较陌生啊 好 啊我如果讲的 比较有点臭屁一点 我比较抱歉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都在混这个啊 我以前跑的地方就是 山主啊 侦察组啊 罚警士啊 好 然后去医院就是去太平间啊 因为要解剖 好 去急诊室啊 我们 我们走到这种地方 不然就是去厅庭啊 好 待会会跟你讲一些厅庭的事情 开庭啊 好 法院地检署警察局 那我们 我们以前就是 那个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日常 就社会记者不去那边 要去哪里 对不对 那晚上的话就去那个啊 去八大行业采访一下 看看外面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啊 好 大概就是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子了 好 那我刚讲 这个郑文燦主动 我两三个礼拜就跟你讲说 这个故事合不合理 make sense吗 好 合理吗 其实 郑文燦已经被收押了 他7月11号被收押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你还看不懂吗 好 那我回来问大家最基本的问题 假设有一天你被检察官 传唤了 检察官说 哎 混兄 我觉得 你要证明你自己的清白 请你把手机交出来 请你比照郑文燦把你的手机交出来 那你要不要交出来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过一个案子 比如说一个案例 比如说你开车 开车不是遇到那个保安大队 逼逼逼 在查那个酒车吗 车窗有限 先生你有喝酒吗 没有 好没喝酒 先生你把你的汽车的后行李箱打开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汽车后行李箱打开 你是看我像坏人 你平时 那你搜索票拿出来 他可不可以没事叫你把汽车的后行李箱打开 当然不行 那回到我刚刚讲的 请你把手机交出来 我为什么把手机交出来 你凭什么叫我把手机交 你要证明 我为什么要证明我的清白 是你要证明我有罪 我干嘛证明我清白呢 所以写这个新闻的记者 我都怀疑你有跑过检调吗 你有跑过地监署法院 你是写这什么故事呢 这个兜得起来吗 你主动把手机 我跟你讲 我没有听过这是哪一招 请你把手机交出来 那我为什么要把后行李箱打开呢 你看不懂嘛 你会觉得 哇 郑文昌好笨哦 哎呀 闻得没扭情 他把手机交出来 刚好去找收 那叫什么 天理昭彰 罪证确凿 三后给几后 四后 他自己笨到把手机交 那我就回到一个 日常的情况 假设今天是换你被检察官抓来了 检察官说 那你比照郑文昌把手机交出来 你要把手机交出来吗 检察官可不可以命令你把手机交出来 当然不可以 那用搁头想就知道了 你有什么资格叫我把手机交出来 你没有这个资格啊 你是谁啊 你连这个新闻都看不懂 你也在跟人看争论节目 看得痛得 你白看了吗 人家讲什么 你就想 郑文昌好笨哦 是你很笨 你被记者骗了 你被媒体骗了 你都不知道 检察官不能要求任何人把手机交出来 那你可以搜索我 你可以扣押我啊 你可以说我 这个是犯罪证物 你把我扣走 那你干嘛要求我交出来呢 你就直接把我扣走就好了 你检察官本来就可以扣押 你认为这个是张证物 你就扣押 你干嘛要我主动把手机交出来 那我那时候跟大家讲一个关键 这次高宏安也有写了 郑文昌也有写 那我很抱歉 高宏安那三个律师我没看过 郑文昌那三个律师我也没看过 我有看过我就有看过 我没听过我就真的没听过 好 那我请问你 假如这个媒体瞎掰的故事是真的啦 还检察官做 这个郑文昌啊 你要自证你的清白 请你把手机交出来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 郑文昌的三个律师在干嘛 郑文昌不是找的三大律师吗 你们每个都说有头有脸什么 什么大律师好厉害 我都没听过 这三个是谁啊 我再讲一遍 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网友 请问当媒体瞎掰这个故事 检察官要求郑文昌自证清白 把手机交出来的时候 请问郑文昌聘请的三大律师在干什么 你开始会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已经跟其他那些XX网友不一样了 跟那些XX听众不一样 我就丢问题给你啊 我的问题很简单啊 当检察官要郑文昌把手机交出来的时候 郑文昌的三大律师在干什么 郑文昌花钱请三大律师来 来打电动的吗 来吃便当的吗 那这三个律师在干嘛 你这样懂我意思了吗 那这三个律师在干什么 你开始有这个思考 这个体会说 待会广澳回来 我在讲高宏安跟王玉文的案子 你再用这个角度去思考 你立刻就豁然开朗了 鄉亲 鄉亲你不是人云亦云 你不是随波逐流 你要动脑思考 台湾的媒体啊 很多新闻都是假的 瞎掰的啊 柯文哲黄国昌都会瞎掰 黄国昌说 土地不是贪污 大家也痛到 土地不是贪污 以前说的 土地不是贪污 你自己有律师执照 你是法学 不是这种插话 你也讲得出来 土地不是贪污 你敢讲我还不敢听 土地不是贪污 柯文哲说 我要去接济高宏安 他存款一千多万 还要你接济 你笑死人啊 柯文哲 高宏安为什么跟他的男朋友 住在建商的豪宅 分租一个套房 一个月五万块 一间五千万的豪宅 他分租一个套房给你五千五万块 合理吗 新竹这么多房子可以租 你偏偏去租一个建商的房子 而且是豪宅 你们自己去 你们画地自现了 你的第一个要说 我要帮高宏安辩护 我要帮他瞎掰 你就整个就乱掉了 听到没有那个前面铺梗铺了半个多小时 现在终于到了真枪实弹的时候 请大家勇敢的接受考验 没有很难啊 你如果刚刚有专心听节目 怎么会很难呢 不难啊 是你要不要动脑去思考而已 那昨天这个 邵康战情是邀请这个 龚魏文啊 台大13妹的高宏安前助理 王玉文啊 去上节目 那恭喜了 据说收视率很好 实在给你拯护 但是呢 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子 你是看热闹还是看门道 就是测验你的功力 那其实他这个什么 什么签字文啊 什么那个都是后面 他在今年一月 你没有听错 今年的一月 现在已经八月 今天八月了 今年一月开庭的时候 他就讲过了 所谓的征讯 十六分钟空白 他今年一月开庭就讲过了 不是最近才讲 哎呦 他最近才什么 签字文签你个头 他一月就讲过了 所以对我社会记者的 而言来讲 那个是旧文啊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说这个什么 检察官征讯到一半 有十六分钟就空白 我请问大家 在法 因为法院一审宣判了 在法院审理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可以勘验 征讯的录影带 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啊 不然法院开庭是开 开什么的 他就是让你看 你律师 你可以 当然你当事人 譬如说高宏安本人 或是王玉文本人 你也可以主张啊 包括审判长 我这时候 我征讯的时候被刑求 我征讯的时候被 这个你要帮我什么 以前行求 很多都是这样子 你到了法院审理的时候 本来就是你一吐苦水的时候啊 好 那我请问王玉文 因为我是没有资格 没有机会跟他同台 你说你被征讯 有16分钟是空白嘛 对不对 没错嘛 那请问在法院 一审开庭的时候 你有没有要求 当庭勘验 这16分钟的录影带 你自己说 征讯16分钟空白 怎么会空白呢 那 不是说规定要全程录音 录影 那中间怎么会16分钟是空白呢 有没有 那你就要求看见 这个对你有利啊 检察官违法征讯啊 你不是站在高宏安那一边吗 对你跟高宏安都有帮助啊 我检察官问到一半 16分钟不见了 这16分钟在干嘛 在打人吗 这16分钟在行求吗 为什么这16分钟是空白 因为都是你在讲啊 都是你王玉文在讲啊 可是王玉文 他们都没有跑过法院 我跑过法院啊 他们是菜鸟 我不是啊 那我问你 你有没有主张说 在法院一审开庭的 审理过程当中 我要求勘验 我被征讯的这个录影带 我征讯到哪一个时间点 16分钟都空白 过了16分钟又开始了 我就勘验啊 我就当脸 当庭打脸这些检察官啊 然后告诉审判长 我被检察官违法征讯啊 你看16分钟是空白的啊 你为什么不勘验录影带呢 为什么 你不讲的 来那个阿智给我那个 那个一左一右那两张 有那个里长那个 还有那个什么 16分钟全身发量那个 那个一左一右 阿智你给我第四标好不好 第四标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因为高宏安 基本上是个250啊 高宏安开庭的时候 只会对里长去声援他 那里长说 六七点就要为新的市出发 去法院去给他声援啊 从新竹市到北院 也一段路啊 看你要坐高铁 坐台铁 什么游览车 游览车什么的 里长都在门口 哎 告宏安无罪 我们要做手版 我们要做那个标语 都要钱啊 钱不得像开 我就不论了 反正不是我的钱了 好 那这个王玉文除了 昨天去绍康之外呢 今天去接受黄光琴的专访 16分钟音档被消失 王玉文说我全身发量 因为我有去看那个内文 我是看不太懂 你全身发量什么呢 那你就勘验录影带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勘验呢 我是不晓得他要不要上诉的 你如果上诉到二审 到了高端法院 还是可以要求勘验啊 对不对 你还是可以 一审没有勘验被陈惠文骂 我二审的时候 我扳回一层 感谢惠文哥的提醒 我在二审的时候 跟审判长申请说 我要勘验录影带 那看审判长准不准啊 本来就是因为 你在准备程序庭 你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 你可以主张对你有利的证据嘛 那你要传什么证人 你要勘验什么录影带 勘验什么监视器 你要跟审判长申请 审判长说有道理 然后大家都没意见 好那我们下次开庭 我们就把录影带调出来 我们当庭来看嘛 看你到底拿16分钟被 被那个嘛 但是我是要告诉大家 高宏安找里长有没有用 没用嘛 你还是被判有罪 王玉文你上媒体有用吗 有啦 那个听说绍康的收视率很好 我给你减义 收视率好 跟你什么事 跟你也无关啊 对不对 只是因为大家就觉得 怎么会16分钟 然后这个很多人 帮他打爆不行啊 什么的 那阿智我们再回那个 刚刚那一张 再回第一标 好 各位听众朋友 因为我们剩下没几分钟 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 来 我就请问大家 我刚刚故意前面讲 郑文燦的案子 有没有 刚刚前面迪迪达达 讲了一对郑文燦的案子 现在讲的是 高宏安跟王玉文的案子 我不要直接告诉你答案啦 因为其实答案 我已经把标题跟照片 都传给阿智了 对不对 阿智在你手上嘛 但是我不要秀出来 为什么 我希望你自己想出来答案 那个成就感才高 我听陈辉文 说那个 分析郑文燦跟高宏安的案子 我豁然开朗 听飞碟晚餐 猝鼻猝鼻 原来他讲的这个 来 各位听众朋友 我给你时间 我前面故意讲 郑文燦的案子 然后我后面我才切 高宏安跟王玉文的案子 王玉文说 检方征讯16分钟空白 他一跃就讲过了 然后最近被判有罪 又在脸书 在那边抱怨 又讲了一遍 然后去少康的节目 去黄光琴的节目 讲说 我全身发冷什么的 讲一大堆什么的 我请问大家 王玉文的爆料 合不合理 为什么检察官的 征讯会有16分钟的空白 你要动动脑 我不要告诉你答案 我有答案 我没答案 我敢在这边跟你 跟你跟你 我当然胸有成竹 不然我这二十几年 跑假的 我在走痛 我看就知道是假的 我还跟这边跟你哽咽 你也好了 我跟各位讲 在 譬如说 那个马云九 那个三中案 他们那个叫录音带 录音光碟 马云九那时候 开庭的时候 因为马云九是一个 就盯进 那个勘验在我们 实务上 很常见 然后呢 高宏安的这个案子 我跟各位讲 在整个开庭的 这几个月里面 的确有 勘验部分的录音带 的确有 有 但是呢 这个 公卫文 水母 王玉文 他讲的这所谓的 空白16分钟的 这个部分呢 是没有勘验的 我就告诉你 他是没有勘验的 我如果跟王玉文同台 我一定逼问他说 你为什么不勘验 你不是喊冤吗 你不是全身发冷吗 那你就当庭要求 勘验就可以打脸检察官了 帮自己跟高宏安出一口气 你为什么不勘验录影带 你不是台大的吗 虽然他不是学这个的 怎么一点概念都没有呢 你为什么不勘验录影带 你不是说你很委屈吗 这个16分钟 我什么全身发冷什么的 你是在启笑 这有什么好全身发冷了呢 你为什么不主张你的权益呢 你为什么不勘验 这16分钟的录影带 你不是说检方争讯 有16分钟空白吗 不我是觉得 邵康的这个小编 这个跟司法碑歌 夺走自己的真操 你这个标题下得太烂了吧 司法碑歌 夺走自己的真操 这跟真操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小编的这个中文 实在是不行 消失的16分钟 赤裸裸的政治清算 清算什么 我也不晓得清算什么 我再讲一遍 在这个高宏安的这个案子的 一审过程里面 有勘验部分的真讯录影带 但是王玉文他主张的这个什么 什么真讯16分钟空白 这个这个是没有勘验的 为什么 为什么 那我刚刚为什么故意讲 郑文燦的那个案子 郑文燦那个手机的部分 有没有 各位听说我这样子提示 够明显了吧 我是不是故意把郑文燦的案子 再讲一遍给你听 这样子你有办法融会贯通吗 后恩兄你这个 说得屁股 可是我还是听 我就跟各位讲 我这样讲我很抱歉 听不懂的以后就不要来了 我已经讲这么白了 你还听不懂 这样你复杂 这样你监涉 这样你就不要来 因为你比较适合去听那种洗脑的节目 高宏安是无辜的 王玉文是被政治追杀的 那16分钟是空白的 大家看得很热 王玉文好漂亮 看颜值 台大十三妹 那你比较适合去看那种 因为你不会动脑 你也懒得动脑 陈惠文说一大堆 不知道在说什么 自己认得欢迎 你听不懂我也没办法 还是你要我直接告诉你答案 我不愿意 我不想告诉你答案 因为你听不懂 表示你前面没有听 你现在听到这边来 你没有办法融会贯通 你听不懂我在跟你讲什么 那我就 我也很遗憾 因为我告诉你 就像我刚刚告诉你说 检察官可不可以要求你 主动交出手机 郑文燦的案子 说你要自证你的清白 请你把手机交出来 让我检查一下 可以吗 当然是不可以 对不对 我上一段跟你讲什么 我说郑文燦不是花钱 请的三大律师吗 那这三大律师在干嘛呢 当检察官要郑文燦 主动交出手机的时候 这三大律师在干嘛 在干嘛 各位听懂没有 我这样是泄题够严重了吧 你还给我说 我在讲就把答案讲出来 我就不想再讲 你自己去想 我已经讲到这边 阿智 No offense 你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你有知道答案 阿智听懂了 这个我就觉得 来来来 我们剩一分多的时间来 那个 各位听懂朋友 你有听懂说 浑兄我已经破解 你听得懂的打三个一 听不懂的打三个零 好不好 来来来 我花了一个小时时间跟你讲 你听得懂的打三个一 你听不懂的 霍恩兄 今天最后一集的一 那个霍恩兄叫我明天不用来了 你听不懂的打三个零 凯夕你有听懂 我只回票价 听不懂的别客气 听不懂的就打三个零 我们今天就最后一集 好不好 阿智豪志祺你有听懂 还有110的 110是什么 听懂三分之二 我跟你讲 听懂的就听懂 听不懂的还是听不懂 陈冠武好久不见 那个建宗一一还可以洗版的 听懂的就听懂的 听不懂的我也没办法 浑兄你为什么不直接讲答案 我跟你讲 直接讲答案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 我直接告诉你答案 我那个答案跟那个图片 我都传给阿智的 我就跟阿智讲说 hold住我们不要拿出来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直接告诉你答案 你如果不愿意去思考 你不愿意去动脑 那我告诉你答案干嘛 你也是一下子就忘了 不是这样子吗 那个听不懂的朋友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保持身体健康 明天 明天礼拜五 明天我还会来 然后明天我请阿智 把那个标题跟图片拿出来 你就豁然开朗了 好不好 那个正确答案 我们都准备好了 我这不能瞎掰 因为那个开庭这么多人 又不是 对不对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不要难过 我们明天见 谢谢 拜拜 就爱点你 UFO UFO